大家好,我是NBA Adelts的VBudder 今天繼續和大家講下一隊有機會奪冠的熱門隊伍 這次講的是常規賽冠軍,物爾族攻陸 在出口時,季後賽因為黑人平團運動,還入了暫停狀態 不過如果看到這段影片,季後賽應該還可以打 在常規賽因為武漢肺炎而停擺之前 攻陸防守效率是高居聯盟榜手,有101.6分 領先第二位的速龍就超過3分 3分有多少?第二到第17的分數都只剩35分 攻陸這個效率可以說是領先整條街 只是去到重啓之後,效率有所下滑 攻陸的防守戰術是團兵籃底,壓低對方3秒區內的命中率 除了籃底坐陣指揮隊友的Block Lopez 外 還有應界最佳防守球員,自母哥Yanis Antetokounmpo 干擾對方入攝和全球路線 壓縮禁區空間的同時,亦可以確保爭取防守籃板的機會 而他們防守籃板的效率亦是聯盟第一 他們的防守,是會令對方多了空間在3分線上起手 攻陸的對手每場在3分線上起手亦是聯盟最多 所以高3分的命中數目和命中率 絕對是擊敗攻陸的第一要求 去到季後賽,攻陸第一場打敗的其中最大原因 亦是因為魔術以接近4成的命中率入足16球3分 而剛好的熱風和速龍全隊的3分命中率亦是聯盟前五二雷 攻陸看來就要好面對防守3分這個課題了 進攻方面,除了依賴他們長均25分以上的快光得分之外 他們最大的武器當然都是聯盟MVP字母哥 他們的進攻重點亦是透過字母哥進攻對方禁區 去得分或者博隊手犯規 而他們的內線得分能力亦僅次於胡仁,威劣聯盟第二 另一方面,外線隊友亦要隨時準備攻擊因為夾擊字母哥而變得鬆散的防線 當然後者就要看隊友的表現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Chris Biddleton和Eric Bledsoe 上屆這兩位球員進攻輸出下滑亦是攻陸冬王決賽出國的原因之一 兩位球員合共的輸出亦由頭兩位的平均35分 下滑到冬王決賽的平均不足25分 而Bledsoe的命中率更加不足三成 簡直是在Space Jam中被外星人偷了他的進攻能力 上屆攻陸失利,攻陸教練Budenhauser亦被批評他未能對抗速龍在連輸兩場之後的調整 其中去到分岸決賽,強強對碰除了有重大傷患之外 要連敗四場與教練攻略絕對有關係 但去到冬王決賽,陣中擁有聯盟最佳的球員 往往就是系列賽的致勝關鍵 有字無歌就有希望,我會覺得他們奪館分數有70分 接下來會繼續跟大家講講最有機會奪館的連輸兩隊 如果想知道我什麼時候講西岸,記得密切留意我之後的影片 訂閱這個頻道,以及逢星期一晚8點半有我們NBA節目的直播 歡迎大家來講球吹水,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